它并不是一定按照我的思维去运行 好 那么现在可以考虑这个位置上 还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依旧按照昨天我讲的那种方式去运行 就是说在飞浓的时候 跌一下 然后再拉升起来 然后我们再去做空 这个的话依旧是我认为会主要发生的一个行情 具体的逻辑我就不再重复 如果昨天没听的同学 如果没有听的同学 然后今天讲盘以后 你用一点时间去听一下 昨天我讲这段行情的一个解释 我就不再重复了 为什么是这么走 原因是什么 好 那如果进到这个地方来的话 我觉得我们可以 当然我觉得不要第一时间做空 这次选取的是一个滞后的交流 就是说如果它是这么运行 我觉得它也不会立刻再跌下来 它要等一点时间 但是我们要看的是这个地方 它是否能够没有办法再上去 如果无法再上冲的情况下 我们再找位置 重新的把它做空下来 这是黄金 然后下周再上涨 这样刚刚好 就是说这样的话刚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卖出点 同时呢 在昨天开始这个下冲当中的空单 包括甚至包括这边的一些 第一位的一些空单 就可能被这一波洗下盆 洗掉 然后再下下 这是一个我觉得会有可能会出现的痕迹 这边就会有可能会出现的 感谢观看